社會要不斷的創新 而且製造繁榮 一個社會只要繁榮 就可以解決很多的問題 就好像一個球隊不合 最好解決的方式 就是打贏比賽一樣 現在我們失去了繁榮 因為美國經濟衰退到一個不OK 因為我們現在是40年以來 最高的通貨膨脹 各式各樣的經濟失調 導致我們一直以來 都存在的文化拉扯 全部都爆出來 因為這就是人類 這個就是人性 只要有事情發生 就會推卸責任 把所有的問題 都關到其他人的身上 這個時候一個好的領導人 就應該出來承擔這些責任 來化解人跟人之間的衝突 但是我們的領導不一樣 我們的領導反而是 親自的製造矛盾 他叫這國家一半以上的人 是法西斯主義 然後書來說 我們這些人 應該要放棄我們的槍支 放棄憲法第二修正案 說我們不可能跟政府對抗 我們至少要有F-15戰鬥機在說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如果想要的話 我們政府如果想要的話 我們政府想要對付你們這些人的話 我們就直接大軍壓盡 把你們全部殺光就好啦 你們這些人民憑什麼不服從 你們活著是因為我 Joe Biden仁慈啊 你懂不懂啊 以下是他在跟人民說 他就是神 他想做什麼就是什麼 政府就是神 我們再不聽話 放棄我們的人權的話 就會被懲罰喔 憲法第二修正案就怎樣 我想要的話 我想奪走就奪走 你想不相信 對抗議 對抗議 他們不是很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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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拿到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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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傻司 如果右邊的美國人說 全是要保持美國的保障和安全 如果你要對國家的戰略 你需要一個F-15 你需要一點點比武器更多 我不是在玩笑 想想想想想想想 想想想想想想想 想想想想想想 想想想想想想 想想想想想想想 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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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他在這邊說的事實 全部都是錯的 現在在美國你還是可以買大炮 美國從建國到現在 一直以來都可以買大炮 如果你要的話 還有如果你要跟美國政府對幹的話 你至少要有F-15戰鬥機啊 只有一把槍有什麼用 是齁 那阿富汗耶 越南耶 如果記得沒錯的話 越南有一群農夫 或者是阿富汗有一群牧羊人 拿著冷戰時期的槍 甚至二戰時期的槍 就把你這個自由世界的領導打跑了耶 你還留下來了 上億的美金還有武器 跟劍金還有夜市鏡在那個地方 在這個末日的假設情況下 美國變成了一個獨裁的暴君治國 然後開始屠殺美國人 首先你覺得會有多少美國大兵留下來幫你 我認識的美國軍人 不管是哪個部門的 絕大多數都是愛國者 都是憲法的守護者 他們不會想要對著自己的國家的公民開槍 他們不會想要對著自己國家的公民開槍 會想要對我們開槍的那些人 他們就不會願意去當兵 這就是為什麼美軍現在找不到人 第二個你覺得在阿富汗一群那些牧羊人 可以打了20年的仗然後打敗美軍 然後你覺得手握全世界火力最大 最多槍支槍比人還多的美國人 會無法抵抗你美國政府 我覺得我們可以喔 我不太相信我們什麼都做不到 不管怎麼樣 Joe Biden說這樣的東西 其實就是一個威脅 在這邊說我們什麼都不能做 政府要幹嘛的話 就可以直接碾壓任何的美國人 這個說法外加上他說 一半以上的美國人都是法西斯主義 說一半以上的美國人都是種族歧視 然後說川普跟川普的支持者 都是白人至上的種族歧視 各式各樣的東西 外加上他呼籲 如果父母不接受學校幫小孩變性 讓小孩在什麼都沒有準備好的情況下 就做變性手術 把神給的生殖器破壞掉 如果父母不接受的話 就是國內恐怖份子 還有拜登使用FBI 來殲滅抹黑造謠自己的政敵 外加上我們的經濟崩潰 還有國際影響力銳減 這個就跟1989年的蘇聯解體的前夕 是一模一樣 只是我們的角色互換了 我們現在才是蘇聯 可悲的是我們沒有像哥爾巴喬夫 那個樣子的人來當我們的領導 認識真的有問題 然後要來改革 要來放棄某層面政府的權利 也就是說 拿哥爾巴喬夫來跟拜登比對 簡直就是在侮辱哥爾巴喬夫 而且我還不認為哥爾巴喬夫是個好的領導 甚至我覺得他是個失敗的暴君 但是拜登連他都不如 我們在訓練這個情況下 我們會不會再拍下 我們會不會再拍下